各位弟兄姐妹 跟着下来 我又跟各位来的介绍 第四类 对耶稣基督复活的反应 这类的人 因为心中的忧虑 心中的烦恼 心中的惧怕 没有盼望 没有平安 也知道明明经历到主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以为没有经历到 好像那个沙滩上 那个脚印 本来是两双的脚印 在那个地方走 后来变成一双 他就开始问 那为什么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走呢 主啊 你在哪里呢 按照这个诗品的一个作者 他的见证 在那个时间 在心中有个声音对他说 孩子啊 在你最艰难的时候 为什么只剩下一双的脚印呢 是我把你抱起来 所以你只看见我的脚印了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私人 因为这个经历 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整个人就改变了 我们介绍 这种人 就好像一马五十路上两个门徒一样 他们跟耶稣一路走 谈了很多的东西 耶稣跟他们讲到旧约的预言 对着他的所有的预言 全部讲出来 另外一方面 又讲出到底在新约 在他的身上 怎么样地应验这个预言 但想不到 这两个门徒到那个时间 还没有办法 听得出 认得出 这个是耶稣基督 直到耶稣在作息的时候 拿起这个饼来 诸谢了 就剥开 当耶稣剥开这个饼 递给他们的时间 圣经记载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他们的眼睛才明亮 突然才认得出 那个是耶稣 当他们认得出 那个是耶稣 耶稣忽然不见了 但是 这两个门徒 因为这个经历 他不怕 把自己个人失败的见证 告诉 写圣经 写福音书的那个门徒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事件 继续不断流传到现在 记载圣经的当中 弟兄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敬意 因为你们的惧怕 也知道明明经历到主 但是 还以为自己 没有经历到 愿这一段的圣经 对我们有提醒